找加薩的政府機關 想請交給伊倫 好 謝謝彩燕 確實這一晃言 以色列跟哈馬斯的衝突 已經是來到第40天了 好 我們從這兩張圖就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現在以色列已經進到 加薩裡頭來進行地面戰 所以包含了像是坦克 或者是有這些燒房子的狀況 所以是非常的慘烈 以色列當然是要殲滅哈馬斯 哈馬斯他們是唯一的目標 現在以色列說 他們的軍人已經攻佔了 包含是以色列這邊 哈馬斯統治下的一個加薩議會 然後還有政府大樓 以及警察總部都有 甚至製造研發武器的學院也在裡頭 甚至他們也攻佔了 像是訓練 審問跟拘留的一個設施 也包含是以色列的戈籃旅這邊 說他們突襲了 他們地方行政長官的官邸 他說這是一棟建築物 被當成恐怖分子設施 因為裡頭包含是哈馬斯的營房 還有情報室 甚至10月7號這一天 以色列被哈馬斯突襲 他們準備前哨的基地 也就在這個地方行政長官的官邸當中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現在以色列確實在進攻 哈馬斯的據點 不過雙方在加薩也非常的激烈 進行對戰 以色列公佈了士兵的陣亡人數 有47人 甚至有一名是19歲的女士兵 以色列軍隊地面炮火 狂轟坦克步兵進入加薩市 同時準心鎖定 瞬間炸毀建築物 以軍陸空夾擊 最新更在社群宣稱攻佔哈馬斯 多座政府大樓 第七旅 戈蘭旅士兵攻佔議會議事廳舉以色列國旗 還打下敵人研製武器工程學院和行動總部 不過哈馬斯持續從旁回擊 城市相動夜間突襲打遊擊戰 拿RPG火箭推進榴彈炮反轟 地面激戰 雙方衝突至今傳出以色列多達47名士兵嗓命 而日前曾出現在哈馬斯人質影片當中的一名19歲以色列女兵 現在以色列已經證實她的死訊 但死因沒有明說 不過哈馬斯宣稱女兵是命喪於以色列的空襲 TVBS新聞都不到 不過哈馬斯地道系統非常複雜嘛 那麼現在有媒體說 以色列可能會把他們研發的海綿炸彈 首度派上用場 可是英文什麼是海綿炸彈呢 好 很多人對於海綿炸彈真的不太熟悉 確實這不是一個非常常見的武器 這是英國電訊報索 以色列他們擁有海綿炸彈 而且可能就會首次的用於這一次的戰爭當中 海綿炸彈是什麼呢 其實它就大概是手榴彈的大小 爆炸之後會釋出化學物質 化學物質要幹嘛 因為它可以大量的形成泡沫 而且迅速變異 那如此就可以封鎖狹窄的地道來逮捕哈馬斯 主要還是因為哈馬斯他們的地道相當複雜 有數百英里的地道 而且是1300個地道複雜組成 所以對以色列來說當然不好打 所以你可以看到巴勒斯坦地道 他們是詭譎難測 所以才讓以色列這邊研發了泡沫炸彈 好 但是這個輕型炸彈滿容易攜帶的 但是尺寸跟重量其實現在也都不得而知 但是裡面是沒有傳統的火藥 只有兩種的化學液體 所以合在一起之後就會變成泡沫又變硬 好 美軍的陸戰隊 海軍陸戰隊在90年代的時候 也有一個泡沫武器 而且是帶有噴管的一個變息式的武器 1993年索馬利亞事件的時候就曾經使用過 也或許是因為美國曾經有過這種泡沫武器 所以以色列這一次有了海綿炸彈 要來因應哈馬斯的複雜地道 但是衝突好像不只是在加薩地區吧 英倫是不是約旦河的周邊也有發生衝突呢 好 沒有錯 現在在約翰河的西岸也就是北部的 圖卡瑞姆市這邊 其實也有一名薩貝特醫院的院長 他說有五名的巴勒斯坦人跟乙軍之間 發生了衝突而放命 而且他說這五名的巴勒斯坦都是男子 年齡層大約是借在21到29歲 這件事情確實乙軍 就是以色列軍方是有承認也有證實的 但是他們說他們是展開行動 並沒有詳細的來說 多少巴勒斯坦人在這個衝突之中有傷亡 好 巴勒斯坦的衛生部就說了 以色列襲擊的折寧市有量一時四死 那是2005年以來 約旦河西岸的單次死亡人數最多的 以色列突襲事件 可現在以色列不只是加薩地區 包含的是約旦河西岸這邊也有衝突 所以這衝突以來這個巴勒斯坦也說 他們有2000人是遭到了逮捕在約旦河西岸 不過以色列這邊則是說大概只有1400人而已 所以看起來這數據上面是有一點落差 不過以色列在講這個有什麼人 有多少人遭到逮捕的時候 都一定會特別的說 因為都跟哈馬斯有關 還想知道更多的國際訊息嗎 歡迎小苗旁邊的QR Code 帶給您更多的新聞焦點 好的 謝謝伊文 但是趁著以哈交戰 伊朗撐腰的組織像是黎巴嫩的真主黨 就還是在持續的作亂 在廢墟中鎖定乙軍坦克打了就跑 這是哈馬斯最新公布的作戰鏡頭 哈馬斯神出鬼墨藏身箭竹緊盯乙軍 面對遠一點的目標還會拿出火箭筒炮轟 這樣的哈馬斯 以色列當然不原諒 總理納坦雅胡又在邊界處開槍 重申一定會戰鬥到底 但對於戰火中波及太多無辜的說法 以色列也有話要說 特地製作影片指控哈馬斯故意穿便服作戰 理由很不單純 戰場上訊息瞬息萬變 以色列媒體報導難免被放大檢視 以色列最近甚至抱怨CNN的一篇報導不夠公平 但雙方衝突以來許多記者深入險境 黎巴嫩一名女記者直播到一半 恐怖大爆炸就在眼前發生 下的主播趕緊詢問狀況 呼籲記者先逃難要緊 中東局勢越來越不穩 美國先前才轟炸完敘利亞境內的伊朗武器庫後 危機卻沒有解除 導致至少56名駐中東美軍遭受攻擊受傷 如何避免衝突擴大成為拜登主要挑戰 問題是美國立場明確不支持全面停火 對此華府智庫的專家難掩ー冑心 包含美國的芝加哥 火车站又聚集大批示威者高呼停火 最新就连天主教为主的菲律宾都出现挺巴勒斯坦示威 现场爆发激烈推济冲突 另外塞尔维亚的示威则出现另类景象 群众除了举起巴勒斯坦国旗 也出现俄罗斯国旗和大陆五星旗同框画面 刚结束中东型的德国外长脸上写满忧愁 约旦和西岸近期的暴力冲突越来越多 有巴勒斯坦人直播到一半遭乙军闯入殴打 拳打脚踢镜头全被拍了下来 幸好当事人已经获释 其他因冲突受害的还包含联合国人员 联合国机构周一降半期默哀高达一百多名员工丧命 已创下组织创立以来人道主义工作者遇难最多的一次 剧新闻综合报道 南韩还有美国正在朝鲜半岛的东部海域进行联合军演 而北韩官媒在今天宣布他们成功测试了中程飞弹的固态燃料引擎 交给陈床泰